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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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源县很多人可能不认识鹅霸 但提起他的父亲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红源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 红源县的得名也来源于这段红色历史 为了纪念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历史 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源县 以为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鹅巴父亲乃至鹅巴的命运也因为这片大草原而改变 回家的路上鹅巴会经过一个特别的地方 每一次他都会驻足瞻养 为先列献上洁白的哈达 是鹅巴既朴素又崇敬的缅怀方式 来不及停留很久 鹅巴要赶回家去 他家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忙碌 鹅巴的家在草原腹地 他从小生活在这里 鹅巴原本不属于这片大草原 他的原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 那为什么他会居住在这一片大草原上呢 回到家 女儿庚嘎卓正在制作酥油 酥油是牧民生活中重要的食物 人们喝酥油茶 吃簪巴都离不开酥油 现在制作酥油是用分离机将牦牛奶油脂分离 更加省时省力 这台分离机还是跟嘎卓的爷爷在试试买的 现在已经用了好多年的时间了 分离出来的奶汁经过反复拍打 揉压 静置一段时间 酥油就做成了 鹅巴家今天要忙碌的重要事情就是转场 为了家里的八十头牦牛能吃到足够多的草 鹅巴租了这片水草风貌的草场 租用的日期已经到了 他们要转到离这里不远的山坡上 通过这一个月的家餐 牦牛长势很不错 现在鹅巴家每天可以收获一百多斤的鲜牦牛奶来制作酥油 除了卖掉的还有富鱼 可以储存起来留着冬天使用 按照现在这样的势头 今年鹅巴家会有很好的收获 搬家之前 鹅巴仔细收拾好父亲的照片 鹅巴跟父亲的感情很深 从小父亲带着他在草原上放牧 家里有几头牦牛 也是父亲在世时养大的 放牧的时候 最常听父亲讲起的 就是他们长征的故事 当初父亲侯德明 跟着他家人一起长征 经过红园大草原沼泽地时 与家人走散了 途中又生了病 那时他父亲还小 没办法跟着大部队行走 被红军寄养在草原上的藏族同胞家里 是草原上的藏族同胞救了他父亲的生命 父亲是被藏族同胞养大的 直到去世前 父亲还告诉他 自己是属于这片草原的 是草原的儿子 今天的天气不算太好 搬家前就下起了雨 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东西全部装车 对于鹅巴家来说 转场最不容易的就是将牦牛赶到目的地 以前牧民转场的时候 牦牛可以当作交通工具的 他们把行李放在牦牛身上驼运 牦牛也被称为高原之州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家里有了车 搬家会方便一些 鹅巴也不舍得再让牦牛负重拖运 而是赶着牦牛转场 当年红军长征时 牦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年代 牦牛帮红军运送物资 带伤员过草地 为长征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鹅巴开着车先行 妻子则让和女儿负责把牦牛赶上山坡 等他们把牦牛赶到自己家的草场之后 鹅巴已经把帐篷搭起来了 这会儿 庚嘎卓在屋里煮酥油茶给孩子们喝 孩子们在门前的草地上嬉闹 草原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孩子们最好的乐园 喝着酥油茶 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 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忙活完 鹅巴和妻子也可以在草地上休息片刻 向湖南老家的亲戚们报个平安 湖南老家的亲戚是父亲在世时联系上的 至今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相互报个平安 湖南的亲戚也曾劝鹅巴回湖南生活 但是鹅巴在这儿出生 在这儿长大 草原已经成为他永远不会离开的家 对于他来说 守护着这片草原 守护着他的牦牛 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傍晚 他们的玩传 鹅巴小时候也是这样喂小牦牛的 他希望孩子们也能像小牦牛一样 茁壮成长 慢慢的孩子们也会懂得 牦牛会回馈给他们更多 他们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大草原息息相关 忙碌了一天 一家人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虽然这只是许多次搬家中很平常的一次 但是今年家里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家人还是要庆祝一下的 大块的牦牛肉 可口的牦牛酸奶 是对家人的犒劳 他们满怀热情地迎接新的生活 期待下一次的收获 阿铁说日正组织学生们聚在一起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庆祝丰收的表演 孩子们手中拿的 多数都是平日里要用到的农具 秋季正是收获羊毛的时节 羊毛工是传统的弹羊毛工具 在孩子的手中却成了伴奏的乐器 在阿铁说日的编排下 弹奏出了动听的音乐 36岁的阿铁说日 是美孤县家喻户晓的乐琴老师 他所使用的乐琴 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在遗族同胞的生活当中 弹奏乐琴 是人们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阿铁说日不管走到哪儿 都会背着一把乐琴 放牧的时候也不例外 最初放牧是阿铁说日主要的收入来源 虽然日子过得简单 但对他来说 只要有乐琴的陪伴 日子也会丰富多彩起来 只要一有空闲时间 他就会拿出乐琴来弹奏 每次都会引来周边的牧民听他弹奏 阿铁说日从八岁开始跟父亲 学习乐琴 只要听到有人弹奏乐琴 他都会主动过去虚心吼叫 他不仅会弹唱乐琴 对遗族音乐也很喜欢 小时候他常常一边放羊 一边学音乐 大山给了他不少的创作灵感 如今阿铁说日在县文化馆 开设了乐琴学习班 除了在外演出 他每天都会在这里 教授孩子们学习乐琴 学习乐琴需要的费用 对于当地人来说 仍是比不小的开支 报名学习乐琴的人还是很少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传统音乐 阿铁说日决定 在家乡免费开办乐琴学习班 如今阿铁说日 已经教了八百多名学生 每一个新来的学生 他都要从最基本的执法开始教起 而且对每一个前来学习乐琴的人 要求也十分严格 再来一遍 一 二 曲目一级从初中开始 跟着阿铁说日学习弹奏乐琴 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他是阿铁说日 非常得意的一位学生 最近他的压力很大 美孤县一年一度的选美比赛 马上就要到了 曲目一级 想要在从各乡镇 选出来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阿铁说日为了让他取得优异的成绩 每天都在为他做赛前指导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但他们依旧没有丝毫松懈 曲目一级的父母 一直很支持他学习民族音乐 非常感激阿铁说日 对曲目一级的帮助 曾经多次要把学习乐琴的费用 交给阿铁说日 但都被他拒绝了 能够赢得比赛 对每个仪族姑娘来说 都是十分荣耀的事 这次排练结束后 他们就要进行选美比赛了 曲目一级有些紧张 阿铁说日 一直在后台帮他调整状态 仪族同胞 世代爱美 崇尚美 在美姑县 选美比赛有着悠久的历史 每年都会举行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 参加选美比赛的姑娘也越来越多 传统文化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 前来欣赏宜族选美比赛 这次参加比赛的一共有31位选手 要在这一些姑娘中选出一等奖金锁马一位 五位银锁马 参赛时姑娘们所穿的服饰 都是她们的妈妈亲手缝制的 这是当地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 曲目一级今年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 一考才一展示时 她演唱了阿铁老师特意教给她的一首 《遗族民歌》打动了评委老师的心 在一考成绩中加了分 比赛通过观众投票和评委打分 评选结果终于出来了 曲目一级在这次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 不仅获得了最佳人气奖 还赢得了第一名金锁马奖 为了感谢阿铁说日 多年来对曲目一级的悉心教导 比赛结束后 曲目一级的父母 邀请阿铁老师来家里吃饭 阿铁说日看着曲目一级不断成长 他和曲目一级的父母一样 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如今曲目一级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未来的路还很长 他希望曲目一级能够继续学习乐琴 将遗族文化传承下去 乐琴不仅是承载着遗族流传千百年的文化符号 对阿铁说日来说 对阿铁说日来说 乐琴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最初被很多人的不理解到现在逐渐被大家认可支持 他所做的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付出 继续坚守保护遗族传统文化 在明河大山深处的杏儿乡 是康巴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暴雨刚过 回乡的路更加泥泞 段关雀工作的地方 离家乡将近四百公里路程 山路难走 这次他回乡用了整整一天时间 一到收获时节 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回乡帮忙 段关雀也是如此 刚刚回到家 他来不及休息 还有更要紧的事情等着他 秋收时节 也正是采收藏香草的季节 他和妻子现在采收的藏香草 名叫阿嘎柔 这几株阿嘎柔 是段关雀从海拔稍高的山上移植过来的 对于他来说 这些草可是他的宝贝 这两年他多次往返家乡 都是为了照顾他们 最终不负他的辛苦 阿嘎柔也顺利存活下来 采到的藏香草需要晾干才能使用 他要用采到的这些草来做藏香 制作藏香极其讲究 当初段关雀在外跟师傅学习做藏香 就用了好几年时间 要做成一只藏香 至少需要加入十几种植物 采到的草还需要碾成粉末 粉末要越细越好 研磨完这些药草 段关雀都得花费大半天时间 然后要再细细筛一遍 要保证粉末中不能有大颗粒 否则活好的香泥中会有空隙 无法从牛角中解除 挤献香时需要摒弃宁神 不能中断 否则便不能做出一只完整的藏香 近几年 幸而乡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 乡里都是老人和小孩 秋收时节 年轻人回乡收割 老人们就在家做一些家务 段关雀也趁这时 来找长辈们商量点事 段关雀将藏香拿给老人一一过目 这些老人都是看着段关雀 自小长大的 段关雀和他们感情很深 这次回来 也是为了跟长辈们商量 种植藏香草 和大家一起做藏香的事 加工藏香虽然复杂 但不用费太多体力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能参与其中 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得到了长辈们的支持 段关雀便将村民请到家中 为他们演示制作藏香 藏香虽是村民家中的日常用品 但他们对藏香制作却非常陌生 这些藏香草有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感到非常好奇 段关雀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这些藏草的名称和功效 加工藏香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 老人们没有接触过藏香制作 所以学起来有些费力 高中毕业 他便离开家乡 这些年他在外一边自学一边打工 靠着努力拿到了大学文凭 也收获了自己的事业 但他没有忘记家乡 有了做藏香的想法后 这两年他便常常往返家乡 尝试移植藏香草 也多次给老人们讲解做藏香的方法 只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生活 大家现在正在研究的东西 是段关雀专门在镇上 找木匠打造的模具 教村民做完献香 段关雀还要教他们做另外一种藏香 把香泥搓成细条 放在模具里 然后在上面打孔 因为中间有孔 点燃后烟是向下倒流的 就像瀑布一般 因此又叫倒流香 这种藏香也颇受人们喜爱 段关雀将他学到的藏香手艺 一一教给村民 接下来他还会经常回家 带着大家一起动手 让长辈们尽快熟悉藏香制作 学做藏香的另一个原因 不仅是想让家乡变得更加富裕 也因为段关雀喜欢藏族的传统文化 在村里还有很多年轻人想留在家乡 和段关雀一起创业 这次他还自己做了藏族服装 送给村里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们 段关雀给这些衣服 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 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上传统文化 并激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传统文化 让家乡变得更好 离开家时 还是被村民们呵护的小孩 如今回来 他已经有能力回馈家乡 对于段关雀来说 对村民的感情和对家乡的牵挂 是他选择守望家园的动力 用自己的方式 让家乡变得更好 是段关雀心中最美的丰收 幸福的生活 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 鹅巴的坚守草原 阿铁说日 对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 段关雀返乡创业 无不深藏着 他们对家乡故土的厚爱和依恋 他们以感恩的心 感恩乡土 给予他们的一切 以期盼的心 期待他们未来的美好 而他们的未来 也终将更加美好 五谷风设计宁 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业丰收的欢歌 农民劳动的致敬 传统文化的颂扬 乡村振兴的序曲 乡土中国的盛事 农业强 农民富 农村美 庆丰收 晒丰收 享丰收 丰收中国 乡土送丰年 下期敬请收看 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节目 丰收中国 乡土送丰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